好介绍过一些观念之后 我们就来看一下题目 说这个是这种题目 在谷之后考过很多遍 很简单 我的同块密度是9 把它切成2比1的两块 请问你这两块 大块那一块体积是两倍的那一块 他的密度多少 这种题目超级简单的 是考过N变 帅哥呢21 21 比例 多少 你说什么 C 请坐 C 这是我要讲解 不是问 因为 因为 密度是 同纯物质的特性 相同的纯物质有相同的密度 那因为他的特性 通通都会一样 不管大块还是小块 所以呢 大家都一样 所以大块也这样 小块也这样 所以就是9 C OK 好 那所以同样这种题目 练习 练习 同样 给的密度7.9 400日方公分 切成3比1 那这两块的比是几比 7 7 7 8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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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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0 9 那他就是谁 那这一问题是说这几个谁跟人家不一样 那就表达了密度跟人家怎样 不一样 所以就会不一样的物质 但是这是测量的结果 所以会有误差 所以他可能不会完全一样 但是会差不多差不多 那谁跟白人是不一样 不一样的东西咧 谁是不一样的 还是在考那个相同的物质 有相同的密度这个想法 29 有没有29 27 有27 1 你答案是谁 1 1 1 为什么呢 就是相同的存物质有相同的密度 所以密度一样同一个金属 然后密度怎么算 低等于 v分之m 所以就把质量跟体积去拿去除一除 所以算出来假的密度叫做9 你的密度叫8.8 跟9很接近 差不多就是9 因为会有误差嘛 那么饼呢 就7.2就差太多了 差很多 那么丁呢 8.9 差不多 所以谁差最多 饼差最多 所以饼就是不一样的金属 所以我们答案选了叫做sear 这就是 我们跟各位讲的好观念 好观念 来 问问题 OK吗 OK